最近我们的后台留言呈现出了一个趋势 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在问了 20万左右的纯电动家用SUV到底应该怎么选 这个价位品牌繁多车型也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打算从不同的阵营里面挑出一些不同的车进行对比 第一个就是来自新斯利的特斯拉MOTOR Y 第二台车是由自主品牌销量非常不错的比亚迪Song Plus EV 第三个就更重磅了 是最近合资品牌里面话题度比较高的别克15 这三台车里面我们会挑几个消费者比较关心的点 来一个硬碰硬的硬核对比 或许会对大家的购车有一定的帮助 要和新斯利还有自主品牌掰手腕的话 你的智能化一定要有过硬的实力 更好的智能化能极大地提升你各种出行环境下的体验 例如精准灵敏的车系能让你更便捷地去操作 配合高清细腻的屏幕 观看视频的时候也能缓解成哥的疲劳 那这三台车它的智能化还有电动化表现到底如何呢 先说一下这三台车的车机 特斯拉MOTOR Y的中控屏幕是15英寸的 车机的UI有一种简洁的高级感 一直都是很多品牌模仿的对象 而且主要功能都放在主页上比较好操作 不过它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像没有Apple CarPlay 这台导航不好用信息量少 还有这种播报之后 甚至这台MOTOR Y 连仪表盘都不给你挑战用户的习惯 比尔迪松Plus EV的屏幕尺寸有12.8英寸 可以旋转是一个噱头 车机的操作逻辑相对的传统 都是这种左右怀移的菜单 第三方的应用也非常多 手机有的基本都有 但是它同样是没有CarPlay的 而且硬件比较一般 只有消费级的芯片 还有4G网络 别和E5这方面的硬件是最好的 屏幕取得30英寸 这块IMAX弧面屏的分辨率达到6K 制作工艺也明显比一般的弧面屏 还有连体屏更加复杂 背后有顶级的卡通骁龙815芯片 还有5G网络加持 还支持无线的Apple CarPlay 还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生态 操作起来手感很好 也很便捷 娱乐性也是足够的 除了车机本身 屏幕数字的好坏 也决定了体验的优劣 所以我们决定 在三台车的中控里面 都用爱奇艺播放同一段影片 来看一下三台车的屏幕表现 到底如何 可以看到三台车的屏幕数字都是不错 在同级里面都属于中上的水准 但是在画面细腻程度这一块 由于BK15采用了一块30吋一体的6K弧面屏 它本身的这种11种色彩 还有这种200PPI的上速密度 导致了它的画面细腻度 尤其是色彩的饱和度 都要做得比Model Y 还有Prom Plus EV更好 试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在车里看视频 又很注重画质 还有有这种视频软件的会员的话 BK15的这块屏幕明显更符合你 测试完视觉 我们来听一下听觉 我们分别在三台车上都播放同一首歌曲 看一下它们的音质表现到底有好 经过刚才的音响对比 以我的听觉来看的话 首先Song Plus EV它的音响数量是偏少的 而且整个音质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出色的地方 特斯拉Model Y倒是有14个音响 而且一听你就会觉得 环耀音是做得更好一点的 更重要的是它听起来这种音质 也符合20多万这种价位里面 电动车应该有的水准 BK15这边它同样是14个音响 但是它有着大长BOSE的音响加持 整个环耀音明显听起来更棒了 声音更清新的同时 高低音也更加的突出 能听得出来 它明显是比Model Y的音响 要高一个级别的 你试想一下 回到刚才那种看电影的工况 你开着车或者跟家人 一起在小溪或者户外的时候 去观看了一个电影 一个高清细腻 而且有一套高保子的音响 加持之下 你是不是更容易有这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呢 而且再配合了 121色的音乐律动氛围灯 还有这种光五金正式版 三种不同的节奏模式下 能让你身处在车内的时候呢 感觉到一个静谧 减压舒适的小空间氛围 汽车的智能化趋势呢 就是功能越来越多 而且大部分呢 都集中在液晶屏幕里面 所以呢 现在智能语音交互功能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对比一下 三台车的智能语音交互功能 到底怎么样 你好别客 打开左后车窗 明天天气怎么样 帮我看一下上海到北京的机票吧 打开空调吧 播放周杰伦的歌曲 下一首 快进两秒 你哦小迪 打开左后车窗 明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天气怎么样 你哦小迪 在那 明天天气怎么样 在那 宣传是2023年 你好小迪 帮我看一下上海到北京的机票吧 打开空调 打开左后车窗 明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天气怎么样 帮我查询一下上海到北京的机票 相比据上 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Model Y的智能语音交互功能 非常的一般 没有连续识别 识别率也非常的一般 关键是功能也不够多 用起来呢 甚至是连语音反馈都没有 只能说 表胜于5 比亚迪Song Plus EU 展现的这种品牌应该有的水准 连续识别 识别率高 而且功能控制也比较丰富 用起来呢 明显是有优于特斯拉的 北克EU5这边的语音识别呢 就表现更加优秀了 不但连续识别快 又准 而且可以操控的功能呢 都非常的丰富 像我连续的给它下达几个指令呢 它都能很及时的完成 像甚至有一些 换一首歌曲 换一个歌蛋 快进歌曲到多少秒呢 都是可以操作的 尤其是 别克EU5的免唤醒功能呢 我觉得用起来呢 是很强的 虽然说啊 Song Plus EV的语音识别也不错 但是 别克EU5的免唤醒 明显是更便捷 现在的语音加护功能有多重要呢 这样不用我多说 因为呢 越来越多的功能呢 都集中到这个大的屏幕里面 当你开车的时候 想要找某个功能啊 就不至于过分的慌张 这个功能呢 可谓又便捷又安全 当然呢 优质的娱乐智能 要配备这种 初始的乘坐体验 还有充足的空间 那别克EU5在这一点上呢 我原本是做得更好的 在三车里面呢 别克EU5的车场 还有轴距数据呢 都是最优秀的 轴距呢 去到2950Cmm Model Y呢 仅仅是接近2米9 Song Plus EV呢 更是2米8都做不到 整个后排乘坐体验呢 别克EU5这边呢 不但乘坐舒适啊 而且根据我们的实测空间呢 它腿部数据呢 也是做得更加优秀的 相比之下呢 特斯拉Model Y啊 它的后排乘坐体验呢 一直都是被诟病的 坐垫的高度低 填充硬 而且头枕不可调 甚至全系都没有真皮座椅啊 无论是对老人 还是小孩子呢 都是极度的不友好的 Song Plus EV呢 虽然是三车里面 尺寸最小的一台车 但是它的整体数据表现 还有乘坐体验呢 都是OK的 除了全系都没有真皮座椅 还有后排加热之外呢 整体的表现还是在线的 那么看回来别克EU这边啊 首先呢 它的后排乘坐空间更大 而且配备这种舒适的真皮座椅 还有通过这种双硬发炮的技术呢 提供了更好的支撑 甚至是头枕这个位置啊 还有两个小耳片 来给到你更舒适的体验 也就是说呢 整个人机工学啊 它做的比特斯拉Model Y要更好 质感呢也比送帕西里更胜一筹 别克EU的后备商呢 整体的数据是很不错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可以看到整个尾商是非常的规整 而且它还是别出心思的 做出那种向下分层的设计 一掀开盖板呢 下方有非常多的储物格 还有储物空间 甚至这里呢还能再抽起来 整体的表现呢是很不错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特斯拉的Model Y呢 它是有一个前备箱的 空间留意上也有保障 但是两样都没有的 送Plus EV呢 就会吃亏一点了 看到这里呢 各位看官可能会觉得 输入性呢 不是静态做作 就可以下结论了 所以我们准备了 更加严谨的动态测试 看一下它们的行驶品质 到底如何 特斯拉Model Y呢 开起来你就会知道 它的整个底盘调教呢 是比较运动的 所以悬挂呢 是偏硬的 过滤震动呢 明显是舒适性比较一般 尤其你如果坐在后排座椅的话 你会觉得后排的跳动会更多 坐在后排呢 甚至会有点弹跳起来 顶到头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啊 现在特斯拉都是没有办法 去关闭这个动能回收的 强制用户去使用 这个单塔盘的驾驶逻辑啊 真的是不够贴合用户的需求 Sung Plus EV呢 一开上去 你就会感觉它是一个明显啊 调教偏向舒适的车型 不过呢 我觉得它的舒适性呢 并没有做得特别的细腻 尤其呢 这个悬挂在后悬这个位置呢 在过了一些震动的时候呢 会有轻微的这种路感 传递到座椅上面呢 导致了整个高级感 没有做得特别好 整个调教呢 我认为是偏上中庸的 别克15呢 一开起来 你会觉得它的调教呢 是很高级的 绿震干脆 从容 彻底啊 不会有余震 传递到后排的座椅上面了 这种呢 就是豪华车 应该有的行驶品质 而且呢 关注豪华这一点呢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噪音测试 开始期之前呢 我们用这个尺子啊 量了一下三台车的这个玻璃 三台车呢 都是前排双层夹胶玻璃啊 而且呢 比亚迪亚的SOM PLUS EV呢 明显是最薄的 那Model Y呢 还有别克15呢 它们的厚度是接近 做得更加优秀 到了真正测试的时候 我们分别用分贝仪啊 在铺装路 还有非铺装路面上 进行了一个测试 发现 无论是主观体验 还有客观数据上呢 别克15呢 都是拥有更好的表现的 其实可以理解啊 因为呢 虽然特斯拉Model Y 采用了这种 双层的前排夹胶玻璃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 无框车门 所以隔音表现呢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比亚迪的用料呢 中规中矩 但是呢 它肯定是处在中间的 那别克15呢 不但是前排双层脚胶玻璃 后排的玻璃 也单独经过了加厚 所以呢 它的MH呢 绝对是三车里面 表现最好的 也符合这种豪华车 应该有的水准 特斯拉的FSD呢 硬件不突出 但体验呢 真的是非常好 不过呢 它的选装费用呢 最高去到64,000元 而且由于数据的敏感性呢 很多重要的地点呢 都是不允许特斯拉入列的 比亚迪送plus1的表现呢 就非常一般了 自主品牌标准的这种L2级 自动辅助驾驶的功能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别克15的Super Cours呢 基于更强大的硬件呢 拥有同级最多的这种毫米波雷达 足足是6个 还有同级唯一的厘米级 高精地图加持 极光首富的方向盘呢 拥有视线监测 还有这种电容式的感应啊 能及时的提醒下旋 接管车辆 Haptic安全座椅呢 带有这种震动提醒的功能啊 接近障碍物的时候呢 能更快速的提醒驾驶员 此外呢 Super Cours在北美已经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曾经获得了 美国消费者报告里面的 驾驶辅助系统评测第一名 以及8000万公里全球安全行驶里程 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Super Cours还支持指定面道 自动面道 可脱手驾驶的功能 不过受限于国内的法规 国产车型呢 是不允许脱手的 但是这侧面也说明了 这套系统是拥有很大的潜力 先进的服务车系统体现了 别克15背后的奥特尼平台的先进性 这个平台得益于通用26年的电气化经验 使别克15拥有了不少的黑科技 例如行业首创的可无线连接的电池管理系统 可以降低限速老化带来的各种风险 还有BEV HAT双热轮热管理系统 以双热轮热泵为核心 可以显著地改善冬天的续航表现 此外电池的研发 还有测试标准都远超国标 保证了更好的可靠性 看完不同阵营的三个代表车型 进行的异常对比 我们会发现 别克15的综合实力明显是更强的 它的配置还有体验 都要比Model Y还有Song Plus EV要好 虽然说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消费者都很看重性价比 别克15的售价区间 是在20到30万元左右的价格区间 它给到我们的体验 明显是超过了这个价格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不错 在这种条件上 可以说别克15就是在20万价位里面 纯电动家用SUV里面的最佳选择 好了 看完这期的三车对比 如果大家有对于三辆车的疑问 都欢迎你们到后台进行留言 我们会对你进行一一解答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